讲那个文字游戏之前 因为我的那个讲义里面 这个地方是 之前我写的 那我刚才有提过 刚才有同学来问就是 因为这种写法是怎么样 这种写法是直接点formular 就是在那个资料编辑列 那后面接的就是一个字串 所以我后面部分是为了要组一个字串 放在那个资料编辑列上面 然后我们通常的动作是打勾 所以输入 所以基本上 这个点formular就是 上面的那个字串 那组出来 不过这种方式 基本上 比较不好理解 所以后来我才会改成 我们今天的这个步骤 两个部分呢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基本上把它run出来 也是结果也是OK 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可能在另外 产生一个新的VBA的 这个副程式 可以run run看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字游戏的这个实例3 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以学习到类似像这样 那基本上也是学习VBA的部分 VBA部分 那VBA部分的话 最后我做出来给各位看 那个完成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先组出这个字串 然后呢也是一样 如果要把这个里面 总共160个 但百家信用没有全部 我们只有160个 这个资料来源是从网路上面来的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让它怎么样 照前孙礼 让它向下排列 每八个呢 帮我放进一个 放进一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按向下 对